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弘管粵語新聞 我是劉鳳儀 新黨青年軍四個人被檢方依國安法約談 在20號舉行記者會 抗議司法迫害綠色恐怖 其中新黨新聞秘書陳士俊更加耿煙落淚 認為檢方動作令到他覺得害怕 新黨亦都呼籲檢方出面講清楚 不要有政治動作 不好意思 新黨新聞秘書陳士俊耿煙落淚 想到在家被帶走的情況就怕 新黨青年軍四個人經過19號整天的偵訊 20號出面召開記者會 新黨副主席李勝峰看到自家青年軍 被檢警如此對待也忍不住情緒 新黨發言人黃炳忠更駁斥 接受大陸資金的不實傳聞 強調只是周弘族案的證人身份 但就受到不合理的對待 經過一夜 黃炳忠亦都表達參選議員 侯漢廷亦都宣布明年要投入市議員選舉 新黨亦都呼籲檢方不要有政治動作 批評這樣的手法太粗暴 接下來更加要提出公投 令到證人被約談 亦都可以有律師陪同 黃炳忠被搜索事件 過民黨舉行記者會 批評這個是蔡政府的綠色恐怖迫害 要求法務部長邱泰三道歉 並且質疑 檢警對證人搜索驅題 不符合比例原則 面對各界質疑 台北地檢署和調查稿發出新聞告表示 一切都是依法辦理 至於案情內容 目前徵辦當中不便對外說明 經過調查稿和檢察官 將近12個小時的徵訊 20號凌晨12點多 新黨青年部召集人黃炳忠 和新思維中心主任侯漢廷被無保請回 台北地檢署表示 黃炳忠等人 因為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而被搜索 民進黨那位黃定宇亦都表示 本案至少辦了一年以上 黃炳忠在馬政府時期就已經被列入調查 黃定宇說現在應該是受網 國民黨舉行記者會批評 這個是蔡政府的綠色恐怖迫害 要求法務部長邱泰三向國人道歉 國民黨還找了律師質疑檢警對證人搜索驅題 不符合比例原則 民進黨那位蔡昔應就認為 本案涉及國安法 國界應該尊重檢調調查 但是蔡昔應也批評辦案過程中 經常將犯罪嫌疑人先用證人的名義 請她說明案情 拒結之後再將她轉成犯罪嫌疑人 調查過程疑似有待商議 面對各界質疑 台北地檢處發出聲明表示 檢察官是依照刑事訴訟法 以搜索第三人的身份 得到法院同意 來搜索黃炳忠等人的住宅 調查稿也發出聲明表示 是依照檢察官指揮調查 不過因為當事人拒絕相關調查 才在檢察官指示下 依據刑事訴訟法 第178條規定 出示驅票驅提當事人 又傳出綠薯條事件 日前有網友反映 在連鎖速食店麥當勞吃到疑似綠薯條 衛福部食藥署表示 目前沒有接獲民眾的檢舉 但已經要求衛生稿加強讀到 而麥當勞就回應會加強控管 大膽吃膽 連鎖速食店麥當勞漢堡 再配上薯條是不少年輕人的罪愛 不過日前有網友反映 在麥當勞吃到綠薯條 令到不少消費者感到憂心 由於今年8月以來 陸續有摩斯漢堡、肯德基等速食業者 傳出店裡的薯條變成綠色 而此含有龍葵簡毒素 食過量恐怕造成惡心、嘔吐等中毒風險 對此衛福部食藥署表示 目前雖然沒有接獲民眾檢舉 但已經要求地方衛生局 加強讀到各速食業者 務必做好餐前的衛生管理 否則將醫食案發開佛 而被點名的麥當勞就發聲明強調 會持續要求供應商和員工 加強食材控管 以減少類似事件發生 而食藥署亦表示 已經預告龍葵簡的限量標準是200ppm 尚未收到反對意見 順利的話 新規定可望在明顯7月順利上路 中國最大分享叫車平台 滴滴出行傳出即將登台 已經在粉絲專業招募計程車司機 加入條件是台灣合法計程車司機 交通部表示 滴滴出行目前透過行銷公司代理品牌 在台灣從事網路服務 一旦未來向司機或乘客收取費用 就必須登記為計程車服務業 否則就會像之前Uber被視為違法 最嚴重將造停業 中國叫車平台滴滴出行宣布 在台灣招募計程車司機 加入者必須持有台灣身份證 職業駕駛執照 台灣計程車職業登記證 和職業小客車行照 車齡限制在9年內 招募文宣號稱加入完全免售費 招募消息日出 不少計程車司機去電詢問 台北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表示 滴滴出行在中國的優勢 就是除了計程車 還有快車和回頭車等多種選擇 但是目前也還不確定 滴滴出行在台灣的營運模式 日前滴滴出行曾兩度前來拜會工會 了解台灣法規 目前台灣主要網路叫車平台 除了各間計程車業者APP 提供一般計程車和多元計程車服務 還有Uber提供計程車叫車服務 也和租任業者合作 以理程報價 價格通常也不會低於計程車 交通部表示 目前滴滴出行是遊行銷公司代理品牌入台 如果向司機或者使用者收費 就必須身為計程車服務協 另外如果有六支身份 也要向經濟部申請 在滴滴出行招募文宣中特別強調 提供的並非計程車服務 只是提供司機和乘客的技術支援 在目前不收取任何費用的狀況下 交通部也密切觀察 滴滴出行未來的營運模式 一旦未來好像Uber當初登台的時候 沒有取得計程車服務業支架 就向司機抽擁就會開睡 未改善就停業 NCC所言以的數位通訊傳播法初審通過 但是針對儀兆性剝削 非議員性的私密影像外流等部分 就沒有定出明確的規範 立委和社福團體呼籲NCC 應該注重撫有安全還有隱私保障之重要性 這樣才能夠保護儀兆 在網路直播平台上面 開心地跟網友互動、聊天、表演才藝 如果表演夠吸引人 就能夠立刻獲得網友的打賞、大賺、數位才 網路直播興起 疑風聯盟發現150位新進直播主中 就有29位是18歲以下的儀少 最少的11歲 有些孩子為了多賺點錢 在有心人士的慫恿下 在直播裏面抹衫 這個顯示直播平台對儀少保護不足 日前NCC所言以的 數位通訊傳播法已經初審通過 但是民間團體和那位發現 相關草案內容 比較針對經濟發展 和言論自由做規範 對於撫有安全和隱私保護 根本沒有入法 一旦發生性剝削 或者是私密影像遭散播之後 根本無法立即阻斷 令到受害者長期生活在恐懼中 民間團體表示 針對儀少性剝削 非意願性的私密影像外流等 目前在初審過的 數位通訊傳播法中 沒有定出明確規範 因此呼籲NCC 應該將相關思維入法 才能夠保護儀少 冷氣團相繼報導 石門水庫的風業也都紅了 北區水資源告表示 今年石門水庫水情相當好 加上風紅襯托更加美麗 轉紅的風業搭配石門水庫湖光山四 一早天氣晴朗吸引很多民眾 特地前來上風 近來大陸冷氣團一波波相繼報導 再加上足夠的水氣 石門水庫的風業開始被吹紅 預計這個週末 原區風紅達到高峰 石門水庫原區大約還有3,000坡風樹 每度風紅季節 就是北部地區上風的熱門景點之一 但因為今年氣候不穩定 也不夠冷 直到這幾天 冷氣團相繼報導 加上綿綿細雨 石門水庫的風業開始被吹紅 北水稿表示 今年石門水庫水情相當好 加上風紅襯托更加美麗 從現在開始到年底 是上風最佳時機 而從高線收費站入口開始 沿著中線到南縣 都是石門水庫上風影響的最佳熱點 歡迎繼續收看宏館粵語新聞 明年起 軍方將不再徵召82年次前翼南 復一年期的常備兵役 空軍和陸軍分別徵召最後一堤 常備翼南入伍 至於83年次之後出生的翼南 復的軍事訓練役 明年起也有新的改變 第二階段將不再到基層部隊 而是到學校或者是訓練中心 來學習軍事專場 隔著火車車窗 這位媽媽同要入伍當兵的兒子廢手 看著火車離去 這班列車開往成功嶺身份中心 四十多位台北市的翼南即將展開大約一年的疫期 由於明年起 國軍全面推動武兵制 將停止掙扎 82年次以前出生翼南 復常備兵役政策 這個也是陸軍和空軍最後一堤常備兵 除了月底還有一堤海軍常備兵入營 明年起還未當兵的82年次以前出生的翼南 將可以復替代役 進國民的兵役艦號 至於83年以後出生的翼南 將復4個月的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不過現行制度先接受5州任務訓練 再到一般部隊接受11州的專長訓練 由於基層一般部隊佔訓本務繁重 未來第二階段的11個月將改到兵役單軌 就是學校或訓練中心 來接受軍事專長訓練 另外新制度也包括 共同完成4個月 軍事訓練之後的同梯弟兄 未來後備部隊教育召集的時候 也都會整梯同時召回 不過這樣4個月的軍事訓練 是否真的能夠強化未來國家後備戰力 還有待觀察 但至少可以令到 負責防衛國家安全第一線的基層部隊 不用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 還要承受大軍事訓練、翼南的壓力 維福部統計 全台大約是有2萬多戶高風險家庭 操估其中是有2萬名青少年 長期處於貧窮、暴力或者家庭失能的狀況 對於這些青少年來講 如何能夠自立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大政府相關單位 有沒有完善的措施來協助 又是另外的一個大問題 17歲的少年土豆 因為爸爸過世、媽媽離家 為了生活 平時穿梭在農地之間 接一些噴灑農藥的工作謀生 放棄就學 好像土豆一樣 面臨貧窮、家庭失能 這些狀況的高風險家庭子女 根據維福部統計 古算全台大約有2萬名 原生家庭功能失調 少年尋求經濟、同裁的支援 很容易會從事風險高 甚至是不法的工作 民間團體認為 就算政府現在已經有自立生活方案 或者是升學就業的輔導計劃 不過相關單位的資源沒有統合 想徹底解決問題 其實很難 高風險家庭少年的生活困境 要怎樣因應 給予資源 立法院召開公廷會 相關部會也提出報告 除了言以將團體家庭 列入法定安置資源協助之外 也將會落實跨單位溝通 必要的時候 結合陪力民間單位 發展更多元服務 希望給他們更有方向自力生活 國內目前有上千位孩子等待出養 但是國人對於收養孩子有很多的顧慮 有些就是擔心孩子的身世曝光 有些希望孩子不要跟原生家庭有聯繫 目前每年三百多件的出養 有一半以上都是國外收養 電影導演蔡銀娟 自己從小是被領養的小孩 結婚之後因為多年不孕 也領養了一個孩子 他將自己的心情故事 製作成繪本2087的時候 會起從小和養父母的衝突 他講直到成年發現自己是被領養的秘密時候 才深刻了解一切衝突的起因 是養父母怕孩子不愛他們 這也是很多養父母心裡很大的隱憂 由於國內非血緣的收養風氣不勝 而福聯盟調查發現 擔心收養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 也是領養人最大的顧慮 其次是希望不要跟原生家庭有任何聯繫 也要求孩子要健康頭緣 希望透過領養來解決家庭問題 擔心收養流程繁瑣好事 希望如果不喜歡可以反悔 種種考量令到不少家庭卻步 而福聯盟表示 目前等待出養的孩子有一千多個 國內外非血緣的收出養大約是三百多件 其中大概會有一半的孩子需要送出過 為了令到更多家庭願意跨出收養的第一步 而福聯盟也訪問了二十幾個收養家庭 將他們的親身經歷出版成書 希望幫助更多孩子能夠擁有家庭的混亂 為了提振台灣經濟 帶動產業轉型升級 政府全力推動5加2新創產業政策 期盼帶領台灣經濟走向盛高峰 僑委會長期服務海外僑胞和僑台商 兼負起平台角色 舉辦5加2創新產業、物聯網及 六能科技僑商企業家邀訪團 邀請相關領域的僑台商返國參訪 出盡海內外創新產業交流合作 希望帶動投資和產業發展 來自全球十三個地區 總共十七位僑台商 受僑委會邀請返回台灣參加 5加2創新產業僑商企業家邀訪團 透過拜會相關政府機關 參訪國內職休產業 並且舉辦商機梅合會 令到海外僑台商更加了解 目前政府全力推動的 5加2新創產業政策 這次邀訪團所定 當今最受注目的物聯網 還有六能科技 拜訪了經濟部能源局 沙倫、六能、科學城 以及多間相關企業 行程相當豐富 訪團成員對於台灣 在六能科技上的發展非常有信心 認為台灣製造就是品質保證 來自南非邀訪團團長劉漢俊 代表團隊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加強未來和國內物聯網 以及六能科技廠商的合作交流